感觉这一届的披荆斩棘三铺得无声无息 不仅是讨论热度不如预期 而且网上争议的重点方向竟然有点饭圈化的趋势 实在令人唏嘘 如果不是一直在追 且每周都惦记着更新 可能很容易就忘记了还有这么一档综艺 不过既然已经花时间看了 那就照例来简单聊聊 目前三铺结果已播出 但实际录制已经武功结束了 网传的巨头为四公离开的是胡冰和魏巡 武功则无人淘汰 武功没有人暂别舞台的原因 是因为节目组修改了本场的比赛规则 总跳数超过设定值即可全员晋级 其实无所谓嘛 多一场少一场的表演而已 有些哥哥即便走到了武功 镜头也少得相当可怜 而且这一届的热度这么低 感觉大概率就这样按部就搬到大结局了 说实话 本届的播出效果不佳 节目组要担很大的责任 部分环节设计的冗长拖沓 放狠话的时候 台词和动作都显得有点傻 舞台与前两季开始出现重复风格 比如远离手机 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等 剪辑时皮爱把哥哥们前期还不熟动作台词的时候播出来 以此放大排练困难度 然后就是揭晓名字的时间越来越长 花样太多过于复杂 关键是没什么意思啊 另外就是哥哥们聚餐时候那个广告 似乎站的篇幅过大了 相当悬宾夺主 既然《四宫》还未播出 那咱们就先聊聊三宫舞台 刚好前阵子忙就落下了忘记屏 借此机会补回来 按出场顺序来谈 林志颖部落的《练曲1990》 最大的感受是 歌手和说唱歌手的确隔行如隔山 信没说错 虽然钢琴那段弹得很优雅 但Rat的地方真的很难听 其实出于舞台效果的考虑 我真心觉得 不擅长且没有天赋的哥哥们 别再挑战Rat了 前面准备过程中 他们用的词都是Rat 结果点评环节 王耀庆直接换成了朗诵 就知道效果如何了 相比舞台而言 这组最有意思的是 排练过程中的增肥减肥梗 林志颖要保持体重需多吃 余浩明则要控制体重需少吃 但谁能抵住队友不断投食的诱惑呢 余浩明的反应 绝对是所有减肥人的新生了 林志颖和余浩明 都是曾经身体受过重创的人 他俩一组的氛围感很奇妙 罗杰夫部落的吸引定律 花样特别多 用电钻弹播片 非常有舞台新意 吸引定律848票 输给恋曲1990 859票 我就很不懂 临时抱佛脚的新手Rapper 去PK那些老恋的Rapper 对比过于明显 而且刚好还是接着恋曲1990演的吸引定律 就Rap方面的实力差距 以及他们出场的顺序影响 都不该是这个结果 过去看哥哥和姐姐 遇到不太符合预期的情况 我还会分析一下舞台啊 观众啊 平衡啊 诸如此类 可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次我竟然连计较胜负名次的心情都没了 有种看完就无所谓的感觉 其实这次披荆斩棘3的舞台点评 与之前都不太一样 过去一般都拉一些专业评委啊 商业互吹那种风格 这次是哥哥们谈自己对表演的理解 感觉还挺深刻的 胡彦斌的阅读理解能力绝对是满分 他将吸引定律解释为一种态度 表现形式为 即便是电钻要把波片穿透 音乐也不停歇 摇滚精神永远不灭 宝石Jam部落的黑色柳丁 歌曲熟悉度高 舞台创意也非常优秀 说实话 这季的舞台秀导 有点惯性照搬前两季的舞台风格 创意性没那么强了 老旧那个贪食蛇的吞食想法多棒啊 可惜完全没呈现出来 概念很棒 但效果却相当一般 估计从观众视角去看 没几个观众能发掘出这层意思 虽然主持人专门给了说创意的环节 但这个关键点并没提出来 看苏小丁的表现和身体状态 确实到了应该被淘汰的时候 李久泽唱得真心好 录播或许差距没那么明显 但细微之处还是能听到业余和专业的差异 虎彦斌部落的X Song选了像我这样的人 总体风格是偏走心的 奋词的安排绝了 尤其是胡彦斌的那句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去换一身伤痕 说实话 真的瞬间让我想起了某个不能再提名字的女明星 或许完全没关系 但脑袋里就是很快关联上了那个关键词 其实我看了披荆斩棘三才发现 胡彦斌的很多想法都很令人感同身受 尤其是曾以为自己是最特别的那段格外丑 关职斌有些可惜 他的可塑性很强 镜子里的那段表现也很厉害 但人气值却一直处于下游水平 陈楚生部落唱的是爱人错过 告五人的歌真的很魔性 看完节目后 我的脑袋里一直挥着不去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个旋律 循环往复不断 芒果真的很爱告五人 姐姐的节目里曾选了 带我去找夜生活 这次又把爱人错过搬上舞台 陈楚生这次的大哥 气场貌似又强了一些 看这组的排练和表现 叶秋晨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其实披荆斩棘三这档节目 最重要的是存在感 过去我们只讨论人气和实力 其实相比于以上这些比赛元素而言 综艺上的存在感似乎更重要 你看品贯就没什么存在感 说白了就是个人特制不足以令节目组给其足够的吸粉镜头 这次看其他组哥哥对表演舞台的解读真的很有趣 前两季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魏哲明形容那些打开的门为每个人生路口我们面临的选择 立刻就将层次封满了许多 合展成则将其理解为平行时空 他们迷失在这些维度里 观点也很独到 王耀庆部落的Joker本次舞台放了大招 马小龙很喜欢搞一项元素 比如出舞台的花和这次的苹果 他将一些情感赋予到实际的物件上 可以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创作者的核心思想 王耀庆感觉憋闷了很久 终于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以目前播出的内容来看 他这次参加节目的持续吸粉能力不足 反而招来了一些骂声 张远比起《创造营2019》时明显要成熟多了 也放得更开了 整个表演我印象最深的 是他那有点呆滞且邪魅的小丑眼神 合作曲《Moonlight》和《卡拉永远》OK爆点元素 只有陈楚生挑战自己的跳舞 想起当初在快乐在出发里比心的姿势 真的是进步神速 可惜这一轮的三人表演 并没看到像闭嘴跳舞级别的舞台 节目组为了不让MVP与前面的重复度过高 特别搞了内投的方式扩大人选范围 不过本场的两个MVP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分别是极为擅长音乐和舞蹈的哥哥 胡彦斌和马晓龙 另外在个人喜爱度方面 令我比较惊讶的是 于浩铭竟然排得这么靠后 怎么说之前也属于第二梯队的选手啊 现在都处于淘汰边缘了 Joker一个表演就出了两个TOP3的选手 王耀庆和张远的人气本轮是赢妈了 马博谦的名次一如既往相当之稳定 其余能展开的不太多 叶秋晨此前的余品里都提过了 没必要重复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披荆斩集三相比前两季明显有点变味了 第一季和第二季 也许是由于大湾区各个人气选手影响力颇大 整体感觉就比较港风 第三季的港风元素相当弱 但来自中国台湾的艺人数量猛增 姓和李久哲分别在台湾金曲奖里提名和获奖 瘦子之前的组合也拿过金曲奖 在台湾说唱圈资历很深 与之前来参赛的热狗等人关系都非常好 瘦子在节目里的所言所行真的圈粉 这句话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就说了好多遍 不管瘦子过去做了啥 至少这一时点他的表现不错 林志颖 王耀庆 张栋梁 唐宇哲 包括已经离开的许绍阳和蓝正龙 身上都有明显的台剧标签 阿普所在的八三一乐团 演唱了大热台剧《想见你的片尾曲》 哥哥一共才30多个 中国台湾艺人的比例算是相当惊人了吧 所以披荆斩集三正由过去的港风逐渐转化为台风 方方面面都在展现台湾艺人的特点 比如想法多元化 表达能力很强等等 就着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